在內地學到很多東西 見識了很多東西 接觸過很多外面的世界級球員也好 教練也好 希望回來以後做一個教練可以傳承 吳偉超協助中甲天津權健奪冠 獲得升上中超資格後 決定與杭州人太太回流香港 他還大贊天津權健的教練 全世界足球先生簡拿華路 就算他比不比你上場 你都會好服他 他的情傷EQ很高 親和力很強 可以凝聚到不單是球員從上到下 或者連斟茶的阿姐都對他很滿意 他對任何人見面都會握手和笑 他見到撿球的人會握手 球隊保安的人會握手 去到酒店見到別人的接待都會握手 他笑容很親切給你 他教了我凝聚力和團隊 他凝聚力很強 我希望有機會贏得到一步登天 她說是一步登天 現在90後她覺得 現在甚麼都發展了 她們做甚麼都比較困難 很難成功 但只要有這樣的想法 就覺得很難成功 因為你已經把自己找到藉口 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缺點還在哪裏 可能就過分放大自己的優點 我夢想肯定需要有 但問題是你的欲望不可以大過你的輔出 成功的球員肯定是有一件事 他就是很踏實 內地來說球員競爭比較激烈 還有爭勝心比較強 香港這件事比較缺乏 香港來說球員的爭勝心不太強 他們的欲望可能覺得去到一個地方就夠了 你跟我說你想想第二次 不只踢中超 想踢入職、昂職、英超聯賽 都可能會有這樣的球員 而且是最近有新的機構 我們趕快去這樣